第六十三章 沉重的外衫 递给站在身前的桑桑 寻常问了句 饿了 面煮好了没 桑桑把手里的干毛巾递给他 重重点了点头 开心地说道 我给你端上来 一碗热腾腾的汤面端了上来 依然是四粒花椒 葱花却比平时多了不少 面上摊着的那面 金黄嫩白的煎蛋 更是极为罕见 砍人确实比橱田还要累 宁缺此时浑身失路 腹内更是鸡肠碌碌 哪里能够抵御得住 夹葱煎蛋面的诱惑 顿时眼睛一亮 放下威适的毛巾 捡起筷子 匆匆大吃了起来 显得香甜至极 桑桑见他吃得高兴 幽黑的小脸蛋上满是高兴神色 拿起那块威适的毛巾 站到他身后 开始替他擦头发 时不时提醒一句太烫了 不要吃得太快等等 就在这时 昏暗的店铺内响起了两声咳嗽声 始终无人理睬 仿佛隐形一般的长安城大佬 看着这对主仆对自己视若无睹 对话交谈 终于忍不住开口说话 咳咳 面很香 数个时辰前 朝小树来到老笔斋 第一句话也是这几个字 桑桑继续替宁缺擦头发 就当没有看见这个人 没有听见这句话 宁缺的反应 却和烧钱有了一些区别 低着头 看着汤面 含浑地说道 嗯 给他也来一碗 一会儿功夫 第二碗汤面端了上来 朝小树看了一眼四周 发现除了圈椅之外 没有什么作剧 也并不在意 就在宁缺身旁蹲了下来 拿着筷子吃了几口 却发现自己的面 似乎和宁缺碗里的面 有些不一样 标准的四粒花椒 三十粒葱花 但是 没有尖带 他忍不住拿起筷子 轻轻敲了敲宁缺的碗盐提醒 宁缺用余光瞥了一眼 险些笑出声来 转头对桑桑说道 哎 别太小气 再煎个蛋 煎蛋终于来了 宁缺和朝小树捧着小盆似的海碗 快活地吃着面 桑桑蹲在二人身前不远处 把那件衣服和布套放进铜盆里烧了 店铺里 没有人说话 不知过了多久 宁缺放下手中的面碗 舒服地向后仰去 揉了揉微鼓的肚子 看着身旁蹲着的朝小树说道 我杀的人超过了五个 你再重新抱个数 哎 别太小气 我可是让桑桑给你加了个煎蛋的 朝小树端着面碗 看着他苦笑着说道 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 两千两 成交 宁缺看似随意 心里却是有些小小激动 至于蹲在铜盆旁烧衣服的桑桑 更是紧紧地握住了小拳头 暗自盘算着两千两银子得多大一堆 桑桑准备去洗碗 朝小树有些恋恋不舍地将还有小半碗面汤的碗递了过去 然后眉头微微一簇 缓缓抬起绣脚 眼住双唇 放下时 绣上已经多了些斑斑血迹 宁缺看着他的衣袖 知道在先前的连番战斗中 这个极强大的中年男子 终究还是受了不清的伤 沉默片刻后问道 没事吧 朝小树接过桑桑递过来的一碗粗茶 微笑表示感谢 喝了一口后 平静地说道 不用担心 我自幼在东城平民巷弄内长大 这一辈子不知道打过多少架 比这重的伤 不知道受过多少次 每次仇家看着我浑身是血 以为我再也爬不起来的时候 我总能爬起来 给他们致命一击 宁缺自嘲地说道 一个只知道打架斗殴的混混 居然能够修行 而且还这么厉害 我如此心细修行之道 却连出镜都摸不到门 这浩天老爷真是瞎了眼睛啊 朝小树笑了笑 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钟声浸泡在长安城黑夜江湖里的帮派首领 最后能够成为动旋上品的大剑师 其间自有一些机缘 但那些机缘不足道也 你说过 过了今夜 你的底牌就能翻出来 宁缺的目光透过铺子的木门 落到远处的皇宫一角 说道 现在我大概能猜到你的底牌是在宫里 有这么深的背景 难怪你可以不用看长安府的脸色 今夜之后 大概整个帝国的人都会羡慕我 因为我身后 站着那样一个人 朝小树平静地说道 但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我未知付出了什么 替宫里贵人做事 需要你付出什么 宁缺问道 朝小树撒人一笑说道 如果这些年不是被俗误缠身 宫里那位偶一动念 我便要去处理无数琐碎小事 或者我早就已经突破洞悬 踏入天命境界 就这些 宁缺继续追问道 朝小树不知道想到什么事 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笑容变得有些舒淡 宁生说道 还需要你付出血性 做事情要顾大局 那么有时候便不能快意 因为要逼出对手所有的底牌 需要我隐忍数月 所以我 甚至没能护住自家的兄弟 听到这句话 宁缺的右手微紧 知道这是在说小黑子 但他没有接话 没有说出自己 与小黑子之间的关系 低头问道 你那兄弟怎么死的 我那个兄弟叫卓尔 是个碟子 军部让他潜伏到我身边 让他查我有没有和越伦国勾结 其实 只是想找个对春风亭动手的借口 甚至有可能直接对我进行栽赃 但兄弟终究是兄弟 他把所有的内幕都告诉了我 自然也不会替军部查我 更不会按照军部的军令栽赃我 而他身为我大唐军人 又不可能出卖布衙同袍的秘密 所以这几个月 他夹在中间 非常痛苦 曹小树眼帘微垂说道 现在想来 即便会让宫里那位动怒 我也应该早些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也许他终究会死 但至少 那段时间里 不会那么痛苦 宁缺随意地问道 可你还没有说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碟子是最危险的一种工作 他没有倒向任何一方时 便随时随地有可能死去 当他决定倒向其中某一方时 他更可能会迎来死亡 当日他终于决定 把军部的计划告诉我 结果被军部察觉 于是便被清洗 就死在这间铺子对面 曹小树望向铺子的木门 望向看不到的那面灰墙 宁缺沉默了片刻问道 动手的就是先前那名南晋剑尸 是 曹小树回头望向少年轻致的脸 微笑说道 从今以后 就是兄弟了 宁缺眉毛微挑 笑着回答道 会不会太儿戏了些 曹小树笑起来说道 哈哈哈哈 仪式人 两兄弟 这种事情 本来就这么简单 仪式人 不过 两碗尖淡面 宁缺摇着头笑着说道 哈哈 兄弟这个词 有些太烂打街 而且我知道的那些著名兄弟们 如果不是其中某些人幸运的先死 那么这些兄弟们最终都会反目成仇 今天晚上我只是想帮你 顺便 挣些钱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俗气 在生活里找点别的一夜 曹小树眉间微微促起 饶有兴趣的打量着宁缺 有些意外于会听到这样一个答复 问道 自你这般年纪 眼中的世界却如此灰暗 我现在倒真的很好奇你的过去 日后如果你有兴趣讲给我听 请一定记得喊我 我请查 宁缺回答道 那些事我自己都不想回忆 更何况是当故事讲给别人听 曹小树微笑说道 好吧 那除了肩蛋面之外 你所以为的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生活的意义 当然是事业与爱情 或者说金钱和女人 哎 我知道你觉得这句话很妙 也觉得我这个人很妙 但你能不能不要笑得这么莫测高深呢 宁缺无奈的摇了摇头 为了让这位长安城大佬明白什么叫意义 指着刚走过来的桑桑问道 你觉得红袖招里哪位姑娘适合做你家少奶奶 桑桑把小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然后簇着眉间 很认真地想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觉得坐在你左手边第二位姑娘就挺好的 啊 那是陆雪姑娘 宁缺想着那位姑娘的柔软腰肢笑着追问道 为什么你觉得这位姑娘适合我当老婆 桑桑睁着那双柳叶眼认真地回答道 脸上的妆粉抹得芸细 笑起来感觉挺干净 牙齿白净 看着觉得很健康 而且我偷偷看过她的腰臀 将来应该是很好生孩子的 宁缺回过头 冲着潮小树得意的一笑 潮小树看着她左脸夹上的小酒窝 正然想到 天天守着一个铺子 和自家未成年的小侍女讨论哪个妓女适合生养 适合当自己的老婆 这难道就是生活的意义 忽然间 她想到离开老笔斋前 倚着铺门的小侍女 想到回到老笔斋后两碗热腾腾的煎蛋面 想着先前被遗忘在角落里的自己 想着这对主仆二人之间 自然到无法让任何人插入的感觉 渐渐明白了些什么 微笑着说道 原来 生活的意义 就是生活 宁缺摇头微笑着说道 酸了 这话就太酸了 曹小树看着少年的神情 知道他并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自然也不会去点破那些东西 站起身来 走到铺门处 回头微笑着说声 我该走了 今天夜里的长安城 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银子明天有人会给你 然后他会带你去一个地方 听到这句话的最后几个字 宁缺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警惕的神情 他没有问去什么地方 而是直接问出了事情的关键核心 能不能不去 曹小树推开店铺木门 甘情利落地说道 不能